欲所未见 奥迪八家族 本节目由一期大众奥迪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健康睡眠开创者穆斯特约赞助播出 这几年呢 大家其实对科技强国这件事情特别看重 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航天梦 三 二 一 点火 我们平常仰望星空 看看星星哪个亮哪个小 比我们有多远 其实我们就是在思考和探寻宇宙深处的谜团了 发展到可以较少的依赖专业水平 就可以把我们普通人送上太空了 将来可以像出国游一样 出球游 甚至可以说 今年应该可以定义为平民太空旅游的原理 在这个高度 这个角度去俯瞰我们地球家园的时候 这一刻我是觉得作为中国人十分的了不起 家里出来的时候 你的背后支撑是家 出国之后 你就是国家一个民族在支撑着你 到了太空当中之后 你可能就是人类社会在支撑着你 和平利用太空 道服全人类 从92年的工程的起步 到明年2022年是30年 把中国空间站就能够建成了 这个成就是巨大的 也是举时祖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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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奉命执行 手持载人飞船 飞行任务准备完毕 带兵出征 请指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航天员杨立伟出发 今天上午9点整 托举着行动5号载人飞船的 航征2号F型运弹火箭 在风云声中直冲来 大家一提到他都会说航天英雄 他是中国第一个登上太空的人 我们从无道友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采访到他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当时在选拔的时候 从一千四百多人里面最后选出 你们十四个人 最后选中了你 当你知道选中你的时候 那一刹那你是什么心情 这六年的时间 基本上我们第一批的航天员 每一个人都为了这一刻在努力 航天员的训练 它是蛮艰苦的一个过程 你一直为此而努力 一个飞天的梦想 这一刻能够实现了 内心里还是很高兴 作为航天员来讲 工作的需要 没有那种大喜大悲的这种感受 所以虽然内心很高兴 我觉得那时候还算比较淡定 我看到当时您写下了 有一行字 为了世界和平 为了人类的和平已进步 和平已进步 然后中国人 上太空了 当时您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 进入轨道那一刻 是一下就是把书袋很快解开之后 冲到了悬窗旁 那时候确实很激动 想看看外边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记得当时两个脚就完全就飘翘下来了 趴着全窗的看外边 看到地球那一刻 就心里特别特别激动 人类赖以生存一万多年的这种美丽家园 蔚蓝色的地球 然后上面皮着淡淡的这种白云 真的像草原上看羊群一样 那是写了这么一句话 是为了人类的和平 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 实际上就是为了表达一个中国人在那一刻的这份 骄傲和自豪 您从舱里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要扶你 你说不 我可以自己出来 出来了以后 然后你说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 除了内心这种喜悦以外 因为毕竟是我们完成任务了 我们经常讲是 圆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那一刻我是被当时的现场 就是那一幕惊呆了 就很多人说 你看着你就愣在那一样的 我说为什么是这样的 本来我们回来之后 就是再跟我讲说我们这个收救不对 科研员就会接你 有医生也会有记者 就我把窗门一打开之后 完全不是这样 下面就整个就乱了 拉着那个警戒线 那个黄绳已经挤没了 都冲算了 后来我形容它 我叫一片昏乐的海洋 就大家全都得高兴地欢呼缺悦了 说那现花里哪去了 挤丢了 不过那回我记得 央视的一个记者叫季慧燕 很高一个大个的记者 后来他跟我讲 他说当时给我挤趴趴了 很多人从我身上踩过去了 他说我的相机镜头盖就丢了 也找不到了 就反了大家当时这种激动心情 这种圆梦的心情 后来下面很多人喊 说你说话 说话 所以那时候我就脱口而出 我说我为主播干的交易 很多人都跟着电视去看 我们都一天一夜都没有合眼去看 我想很多很多的人 他可能不是说对你个人去怎样 实际上更多的大家看的是我们民族的那种腾飞 或者说国家那种发展 我记得航天中心的办庆功会的时候把很多老科学家都请来了 白发苍苍的 我们一个老同志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说 哎呀说我们我非常遗憾 我搞了几十年的航天啊 我退休了 我没有亲手把你送到太空当中去 但是你想想没有这些老科学家 这些人的托举 对没有他们的工作 他怎么可能去这样 在您看来就更像是说几代人用他们的经历把您托举上去 对对对 陈上广老师在我看来 他是中国载人航天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幕后的工程 他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航天系统的总设计师总指挥 在他身上我看到的科研人员特别认真钻研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和态度 您怎么看待就是这样航天员一代一代的传承 我们这个从无到有在突破载人航天过程里面 一个我觉得就是技术体系的传承 另外一个呢就是作风和精神的传承 98年1月5号我们成立航天大队的时候 很庄然的把我们的名字就签到国旗上 实际上不单单是选择的是个职业 更多的实际上是选择了一份这个责任 把我们的一些献给祖国的这些航天事业 所以生死那时候对你们来说都是置之度外的事情 大家谁也没有嘴里去说 而且每一次任务也不是说第一次有危险 后面就没危险 每一次的发射都是这样 大家心里内心是清楚的 这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就体现了航天员本身选择这个职业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责任 第一颗无人飞船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四岸火箭 那个时候航天就讲说这个只要有50%的这个把握 我都敢上 当然我们现在都做到99%点几的可靠程度 那么实际上是对航天来讲 确实是把自己的这种风险 或者把自己的生死可能真是迟迟度外了 它想的更多的是我们整个事业的这种 这种向天推进和向天发展 这是我们要做的 看着航天员出征您会是什么心情 看到他们穿上航天服 踏上真诚的时候 向总指挥报告出征的时候 内心是一个是非常激动 内心默默地为他们祝福祝愿 虽然在地面上科技人员会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保障安全 但是太空飞行还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事业 所以每一名航天员他们都是英雄 他们出征太空是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还是对于我 作为他们原来的总指挥总世界师 心里面还是有一份挂钱 有一份担忧 当然我更多的是充满信心的 他们经过了良好的训练 有非常好的心理素质 我们也相信他能够完成好任务 我们地面也会尽全力去保证他们的飞行当中的安全 既然发射卫星上去就OK了 那为什么还要把人也发射上去呢 这就是在人和无人的差别 人类去到达一个地方 它表示着我们人类的文明的拓展 它跟无人的探测它有所不同 我们能够到达一个未知的区域 利用人的智慧和我们现在发达起来的自动化技术 可以进行人机的联合探测 它的效率要很高 可能能发现科学的规律可能会更多 无人是无法取代的 从更长远来说 如果一旦地球出现一些可能产生灾难性的毁灭的场景的情况之下 人类真有可能我们寻找新的家园 必须要到达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空间 只延续我们的活种 在人探测它的意义还是非常之大 我们平常仰望星空 看看星星哪个亮哪个小 因为我们有多远 其实我们就是在思考和探寻宇宙深处的谜团了 我们还专门设计了管阵洗头 饮水分配器就是我们取用生活用水的地方 当你望出窗外 当然是有亿亿女士都在望出窗外 你觉得女性作为航天员 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人类进入太空 肯定不能光是男性 女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而且特别来说 女性她的人性很强 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冷静和细致 会发现很多一些问题 会进行一些提醒 当然还有一个女性特有的温柔 体贴 这样在团队之间它会形成一个润滑 会营造一个非常好的氛围 包括心理氛围 所以一般情况 有句话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 那您会鼓励更多的女性加入到航天员这个领域里吗 现在的飞行情况来看 大概是十分之一左右女性参加了太空活动 还是比较少的 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女性同胞 能够参与到探索性的这种事业里面来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比如说载人航天 飞船 火箭 您觉得这个里面和我们普通人的日常 有什么息息相关的 其实跟我们每个人还是关系很密切的 看上去航天好像高大上 破地地球的引力 进入到太空的环境 是需要很多技术的突破成一个完成的 1961年佳佳林飞天以后 就是人类就进入了载人航天的这么一个时代了 那它这个意义在哪呢 第一突破了很多的关键技术 带动推动科技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在天上所积累的这些技术 可以转化到民用 实际上我们几乎每一个生活工作的环节 都离不开这些技术的构成了 GPS导航 生病 看病 医院里面像那个核池 包括这个大分歧的手术机器人 都是来源于航天成果的转化 所以我们现在地面上所用到的生活和工作上的 基本上跟我们航天都息息相关了 您觉得这种航天的发展 对民用航空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它带动了很多的基础工业的一个发展 就是互相的作用 航天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它很多 还是建立在航空的基础上 因为我们还先有了飞机 还先有了在空气当中的这种飞行 慢慢慢慢地走入了这个太空当中 所以它的很多的材料也好 基本原理也好 它有这么一个脉络去发展 但反过来航天的发展在某些程度上 它也去刺激 或者说它也带动了这种航空业的这种发展 我看媒体上有说 说您那会上去相当于是开着拖拉机上去的 现在是做轿车上去的 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了我们这个 科技进步 92年理想了 在这将近30年里边 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一步一步的迅猛发展 这个还是很明显的 中国航天事业是如何一步步从无到有的 而且现在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去开发 我们最初设定的载人航天的计划是从1992年开始的 以前把它叫921工程 有一个叫三步走的战略规划 第一步呢就是解决天地往返的技术 把人安全送上天 安全返回来 第二步呢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我们的空间实验室 要突破交汇对接啊 出舱活动啊 这样一些技术 第三步阶段呢就是建一个长久的一个空间站 将来有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 开展较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应用 就相当于我们在太空建了一个房子 建了一个比较大的房子 你原来呢比方发一个飞船呢就小房子嘛 所以也有开玩笑说啊 咱们这个空间站以前是一时一厅 现在是三时两厅了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规模吧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在上面可以开展更多的空间科学啊 研究从这个92年的工程的起步到明年2022年是30年 把中国空间站就能够建成了 这个成就是巨大的 也是举时瞩目的啊 那您觉得就比如说像这种老牌的最早上去的是苏联嘛 然后后面是美国 就是我们和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这方面有没有差距 差距当然是还是还是有的啊 从轻地轨道飞行技术来说 我们认为给美俄的差距已经不大了 当然在深空探测 还有呢就是进入太空的能力 以及在太空将来我们长期驻流这方面能力方面 还是有些差距的 今年如果你关注的话呢 美国有三次的飞行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个是维珍银河 一个是蓝色起源 还有一个呢就是太空探索 就SpaceX公司 就马斯克的那个公司啊 它把十几个平民送上了 亚轨道和真正的空间轨道 这里面全都是平民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将来我们的空间技术发展到 可以较少的依赖 专业水平就可以把我们普通人送上太空了 将来可以像出国游一样 然后这是出球游 甚至可以说 今年应该可以定义为平民太空旅游的元年 原来会觉得说上太空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 但是这几年我们的确实在人航天做得非常的好 忽然会觉得这个东西原来可能离我们并没有那么远了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这种太空或者亚太空的旅行 也会像这种出国游一样 它也会成为我们假期的考虑 我期待那一天早点到来 有一句话说 说如果你站得高的时候 你看待世界的角度都会不同 您都已经到太空了 从太空回来以后 你在看待事物的时候 价值观或者世界观产生了变化吗 当我们在太空当中去看我们的环境的时候 那这是广袤无垠 你再看看自己 你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微不足道了 人类没有理由不去热爱自己的家园 不去热爱和平 不去热爱你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航天员执行任务回来之后 人会有对事物的一些看法 你会通熟一点 人会变得更大度了 作为第一代的航天人 您对未来的航天人会有什么样的期许 作为第一代的航天员 很多东西都是大家在研制过程当中 半时研制半时的发展 希望我们能够去用自己摸索过来的一些经验 和一些教训 能够让后半的航天更好的应对将来 在太空当中的工作生活 以及科学实验取得更多的成绩 对我们的青少年来讲 这么多年我做了大量的科普教育活动 也是想通过我们的所见所闻 以及我们的经历 唤醒他们那种靠近心 以前我们也经常讲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们能够对科技感兴趣 特别是能够对航天感兴趣是我们更希望见到的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是同等重要的 这是习主席讲的 它是一提两意的一件事情 在他们看来 其实他们不在乎更多的荣誉 他们更在乎的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 更在乎的是能不能够普及到更多的年轻的受众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队伍里 有更多的优秀的人才 作为后备军 这才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更长远的发展吧 您觉得中国的航天事业会对全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的航天的发展之路 坚持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的路线 对世界载人航天来说它也是一个启示 另外我们在过程当中所形成的这些技术的突破 对整个人类探索宇宙进入到宇宙空间 这样一种事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人类有一个原始的求知于 好奇心驱使着我们不断去认识新的世界 去增加对我们未知事物的了解和理解 实际上我们探索宇宙的时候 还有一个人类自己心地里面经常私谋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在今天您最想感觉的是什么 没有国家没有我们自己的 作为一个航天员特别是作为一个军人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国家给我们 这种感受对于航天员来讲非常深刻 在家里出来的时候你的背后支撑是家 出国之后你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支撑着你 到了太空当中之后你可能就是那类社会的支撑着你 您感谢这个时代吗 当然 您觉得这个时代代给了您什么 能够在我们中国这样一种环境 非常的安宁 非常的平和 在追求自己将往的生活 这个状态对我们来说很难得到 因为我们看过历史 知道中国特别是在我们近两三百年代之前那时候经历的什么 饱受欺凌 现在我们的确是富强起来了 所以这样一种时代 而且还充满着非常多的矿造性 当然也有不确定性 但是那种不确定性里面它还孕育着我们的创造性 只要你有自己的聪明才智都能够找到发光的地方 我认为这个就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和氛围吧 三 二 一 点火 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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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三个词形容这个时代 你们会用哪三个词 进步的 发展的 科学的 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个时空选择 您会选择去哪里 还是现在 您不想去未来吗 现在就是过去的未来 未来当然想去 但是现在更重要 首先要把握现在 如果说有一天 您最希望看到中国航天事业 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认为它会给世界航天 融为一体 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项目终于收关了 这个项目呢 应该是我做过所有的项目里头 拍的时间最长的一个 前天后加在一起快一年的时间 很感谢团队的小伙伴们 大家都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也希望更多的观众 能够喜欢我们这个片子 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共同说 希望未来能够一站一站地做下去 做好每一部片子 拍好每一个镜头 能够讲好中国故事 能够看到更多更精彩的中国人 能让更多的海外的 无论是华侨还是海外人士 看到可爱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我想说的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